想看你笑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一直对我很好 但是我想不通 为什么最近他突然变了 我忍受了他一年多了 做什么都忍 但是他实在是太任性了 几乎没有让我省心过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有的事情不是我任性 我就是想让他哄哄我 看看他能怎么办 很多很多次 分手就在嘴边 我为了自己的责任感 没有说出来 但这次我不想因为他 再耽误我了 很多人说我们性格不合 也有人说我们走不下去了 这一次我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和他 继续在一起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月23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雅23岁 来自安徽 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谁要来的呀 今天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 这段时间他老是不理我 还要跟我说分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老是要跟我说分手 觉得我挺好的 分手必定是你不好姑娘 是你老跟人说分手是吧 是的 是我提出的 就是最近也没有理他 然后想跟他分手 想分手跟人说清楚吗 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儿 就是想和他说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 然后跟他再做一下 最后的解释一下 这个你们是同学吗 对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 当时是他一个好哥们追的我 结果他把我抢过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他的画评新闻特别多 他追了很多女生都没有追到 但是我觉得他挺好的 然后我愿意 就是给他一次机会吧 而且他告诉我 他会对我好的 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结果他现在不但不理我 还要跟我说分手 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他分手 你哥们的女朋友 还是跟你哥们一起追的 因为就是当时 我那个哥们吧 就是看上他了 然后让我就是帮忙参谋一下 他们俩就是还没开始呢 然后我们俩就是一起去的 吃了一顿饭 吃饭的时候 我们俩就是看了眼了 然后觉得挺好的 然后后来留下那个微信 然后就认识的 他刚才说你有很多花边是吗 不是他理解的那样 因为就是专业问题嘛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 女生比较多 我们班里 四十多个人 就三四个男生吧 因为周边的人都是女生 就那么几个男生 然后我们也都很熟 然后女生也就聊聊 没有说那个像他说的那样 那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我们俩大概一年多一点 为什么要跟人分手呢 因为他就是实在是太任性了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了 我觉得我挺好的 为什么老师说我任性呢 就那次回学校嘛 然后我就请他吃饭 结果呢他呢 点了一大堆就含有香菜的东西 我本来就对香菜过敏 结果他呢 就是还点了香菜东西 不知道人家吃香菜过敏吗 那个我确实 就是他跟我说过那个吃香菜过敏 我也知道 就是那次嘛 就是他请我吃饭嘛 然后到我去的那个餐馆 当时确实那个菜是我点的 但是到最后 我也忘了和那个师傅说了 你说我忘了 他自己也应该那个 跟师傅说一下吧 我对香菜过敏 再说那个就是我们不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嘛 然后那个香菜他都给放在 埋在最下面了 我们吃的时候都没看见 你就是忘了 你就是忘了 你就是不关心我 你看香菜 底下那怎么了 你还不是忘了说 如果你说了 他就不会放在底下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这件事 让我就是当着好多人的面 让我那个跟他道歉 还是让我说 大声的说 说你错了 什么我爱你一类的 那这样不是挺浪漫的吗 能不能有向你朋友道歉 那你有没有在乎 就是在乎过我的面子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怎么了 那么多人更能证明你爱我吗 你看他 到这还那么说 那么任性 你说了吗 我说了 我以为你没说的 你说了你 我说的不是为了哄他吗 他说不也是喜欢他 才会跟他说的 他那时候我们就是 两个在一起不是一百天吗 他分明答应我 跟我一块去逛街 吃饭看电影 结果因为他朋友一个电话 就把我拉过去了 而且我们当时也商量好 就待一会就走的 结果他呢 一待就待将近半夜了 我当时就是太无聊了 并且他的朋友 我都不认识嘛 然后我给他使了那么多颜色 他都没看见 跟朋友在一起干嘛 朋友聊天 就是吃吃饭 然后他一直都不理我 因为当时就是 我们俩刚认识一百天嘛 正好我那个朋友邀请我 我就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然后把他借一下 给我那些朋友 认识一下嘛 可能就是吃了晚了一些 因为聊得好长时间也没见 也挺尽兴的 也不想就是那个什么 但是他呢 就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啊 就没回来 走了 连电话也没给我打 当时我不是看你跟朋友聊得太尽兴了嘛 而且你又不理我 我给你使了那么多颜色 你也没看见 我不得意 那你之前怎么不会那么体谅我 这事你想起来啊 我和我朋友聊天 聊得挺尽兴的 自己走了 你怎么不认为我会担心你 找不着你呢 他默默地走了是吗 就是他接来了一个电话之后 你就出去接电话嘛 就没回来 那你没去找他吗 我去找他了 先打了电话 然后没打通 我当时那个手机刚好就是没电了嘛 然后就是没有接到他电话 最后我也跟他解释了 那你应该走之前打个招呼 你说我得走了 还有事嘛 对啊 当时我看他朋友聊得太尽兴了 然后我也不想打扰他 你要是正大光明 你就直接跟我说 啊咱俩就是是不是该走了 然后我肯定也会和你走的嘛 那你回去你还骂我 你走了之后 我找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找到你啊 然后我就去那个宿舍楼下等他嘛 那会我们大概是 我因为我们是情人节那天 那就是确定关系的嘛 然后大概5月24号左右 那天是100天 然后挺热的 那么多蚊子 我就在宿舍楼底下等他 周围好多人 人家都回寝室睡觉什么的 然后瞅着那个眼光特别异样 这当时特别的尴尬 宿舍楼底下等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吗 是很正常 而且被蚊子咬了鸡口怎么了 那我等到你回来呢 你回来之后又跟我吵架 每次都跟我吵 而且他这次吧 还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自己打了自己一下 当时我就愣了 他就自己这样 打了一下 是打蚊子吧 我打脸 是打蚊子 不是我打了自己脸 干嘛 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那不理解我就算了 还一直在说我 我父母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那你打你自己干嘛呢 我当时就是有点懵 然后就太生气了 就打了自己的脸 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如果我不为你好的话 我暑假的时候也不会就是说 每天晚上都跟你聊天 每天都那样吧 你还说每天晚上跟我聊天 当时放假他分明就跟我说 说亲爱的你回去之后 我天天晚上就找你聊天 等你说跟我说晚安我才睡 结果刚开始才是这样的 到后来我发信息打电话 他都不接 我都不知道他去干嘛了 我哪有不接啊 那是大三暑假的时候 我找了一份那个实习的工作 因为就是白天需要工作嘛 然后我们刚去的实习生 然后想那个 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 白天真的就是特别累 然后晚上的时候 还得陪他聊天 有的时候就是感觉 他聊得挺尽兴的 然后也不想就是 直接一个晚安什么什么 就结束了 就想继续聊下去吧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就挺累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睡着了 然后他都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当时不是特别想你吗 我就想跟你聊聊天 放假了 我也不能见到 领悟之人跟你聊天了 那后来你知道吗 他直接就把我们 一切的联系方式 都给就是都被我拉黑了 我后来担心他 我就是买了一张火车票 去他们老家找他了 买票的那个钱 还是就是我给我姥姥 买生日礼物 攒下的钱呢 然后结果他呢 到了之后 连见面都不见面 他当时就是没提前告诉我一声 然后我的加急计划 他已经都已经那个 我当时我的加急都已经准备好 怎么干什么干什么 结果他一来 完全打破了我的加急计划 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那你好歹得见下面 见下面怎么打破你加急计划了 而你转了天来说 你快走吧快走吧 就那种 那种态度 连理我都不再理我的 我回去之后 就是那工作嘛 因为从我 就是从我们老家到他们老家 他得有个一两天的时间 然后我就工作也丢了就是 我当时也没告诉他 也怪我自己吧 就是没有提前和人那个商量好 再说你一个实习生 人家要你不要你的 也就那么回事 他当时还骂我了 还怪我了 你还说没怪我 当时骂我 说是因为我才丢了工作的 那这事不怪你吗 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这事真的怪你吗 那怪我什么事 你来找我 你不跟我说一声就算了 你还不跟公司请假 公司工作掉了 你还怪我 那一次我们参加 我参加那个 全国兴致那个比赛呢 你还说全国兴致那个比赛 主持人 就是上次就是 他分明就答应我 跟我一块吃寒餐嘛 而且那个电视刚刚开张呢 我好不容易定到那个位置 结果他呢 因为一个比赛 就把我给放鸽子了 那个比赛真的就是很重要 很锻炼人 什么比赛啊 就是参加了一个 全国性质的那个统计调研的比赛 那机会真的很难得 就是之前我们也是 就是 就是教了作品之后 也没想到会晋级 结果到最后 就是得去北京 参加决赛去了 那你当时就是参加比赛 你为什么不提前 把时间安排好 干嘛跟我 约与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块去比赛啊 因为人家那个大赛 栏目组也是没有说 提前好长时间告诉我的 告诉我们嘛 然后他呢 他倒可好 就是我比赛当天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个微信 发了张照片 你知道那照片是怎么回事吗 一只脚就身上窗户外面来了 你知道他 他宿舍在四楼 然后说 你这晚上要掉下去怎么办 我还得负责任 我当时就真的就是特别害怕 害怕他掉下去 然后当时根本就没有心情 是他的脚吗 确实是他的 我当时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看他到底关不关心我 然后呢 就因为那么一吓唬我 就是我那比赛我也没心情了 然后草草就结束了 后来老师也不理我 团队同成全也不理我 那你不理我 他们不理你 干嘛老师怪我呀 而且那段时间之后 他就不理我了 我给他发短信 我给他发短信呢 打电话他都不理我 还跟他前女友聊起来了 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总得找个人 倾诉一下吧 你找谁倾诉不行 你干嘛找你前女友啊 那我能找谁呢 你说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就是 我们虽然女生多 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说话了 然后跟男生说 我怎么好意思说这些事 我想来想去 也就还能和他再说一下了 反正你找谁就不行 不能找你前女友 你知道他后来 做了更过分的事 这其实是因为这事嘛 他怀疑我 然后说你必须得那个 叫出来把你的女朋友 叫出来咱们仨一起吃个饭 干嘛呢 说我的情商 肯定能和前女友 成为好朋友 没问题 如果你不叫出来 你就心里有鬼 我就是想测试 他心里有没有鬼 如果他心里有鬼 肯定不敢约出来 把他的女朋友 前女友约出来吃饭 那我到最后 不是约出来了吗 约出来之后你呢 那么冷淡地看着人家 你前女友 我能好眼色看到吗 那如果你那么冷淡地 看着人家 那么骚人家 你何必叫人出来呢 弄得我两难都不是人 这样真的让我很尴尬的 那你就不能理我吗 你要理我的话 我也不至于 发你手机 知道你跟你前女友聊天了 就是这段时间 就这段时间之后 我好长时间 就是没理他们 后来您知道吗 他就把我那个 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都赚走了 他怎么会能赚你银行卡的钱 就是因为 当时他追我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我放心嘛 就把银行卡交给我管理了 然后他也对我说 亲爱的里面的钱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然后这段时间 他老是不理我 然后我想把钱转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理理我嘛 因为毕竟刚开始 是他追的我 然后呢 你说他把我所有的钱 都转走了 我一个月就那么 两千块钱生活费 一分钱都没有了 平常我之前 也就是用个支付宝 什么的就弄出来了 因为我们大学周边 也不用什么献钱嘛 就是支付宝 或者是那个饭坎就可以了 然后他这倒好 都给我弄走了之后 就还剩饭坎了几十块钱 根本这一星期都过不了 回来之后 还是和我那个社友借了钱 吃了一个星期的泡面 之后你不把钱又转走了吗 那我还不转走 都快那个寒假了 我连买车票钱都没有了 就因为我把钱转走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去了我们班 然后当时全班的面 和我吵就认为这点事 吵什么呀 就是说啊 你看根本都没有关心过我啊 不担心我这怎么过这些日子 我当时就是想让他哄我 我没啥的意思 每次都是我哄他 越哄越坏 这次我真的就是不想再哄他了 我感觉因为这次我 就是我不能说始终没有错吧 因为是我感觉我 这次真的没有错 真的不能再容忍了 况且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大肆实习了嘛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就是他的话 肯定会让我去 他们老家那边工作 我感觉肯定不可能 你是让他跟你回老家吗 去安徽吗 是的 你不愿意跟他去河北 或者其他的地方 因为我父母 就是特别舍不得我 就是必须让我跟他 你也知道你父母舍不得你 但是我父母也肯定舍不得我呀 所以说那个 我就是家里已经找好了 一份实习的工作 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天津 就是实习那个助理出那嘛 然后我实习完这份 就是到最后毕业之后 我肯定会回河北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想和他 那个说清楚 然后就是那个 也希望就是放开他之后 让他自己更好的成长 然后也就是放过我 就是这样 女生呢 放不放 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 你是放还是不放 我不想放 不想放还是不放 我不放 因为刚开始是他追的我 他当时答应我 就是一定会好好对我的 结果他现在要替我 替跟我分手 而且他每次都说我 因为比赛的事说我 因为那个朋友的事说我 都说我 都怪我 我感觉我在他心中都没有 他的朋友 他的工作 他的那些事重要 那你还不把这臭小子放了 但是我觉得 做事得有始有终吧 当初我既然选择了他 我就希望能跟他 一辈子走下去 不管他对你是好是坏 对 不管你是否喜欢他 我挺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我不可能选择他 明白了 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怎么觉得你 放不放他呀 都值了 我就听这姑娘讲说 我说我这青春都白活了吧 这个我到现在也没 这个拿过男人的银行卡 说你的钱我来管吧 看你才二十出头 就已经管上男人的钱了 多值啊 你这几年恋爱没白谈 对啊 我觉得我真是挺羡慕你的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啊 你们才是恋爱的初期 其实你已经把很多 你不应该掌握的权力 全掌握到自己手里了 越界了很多 你拿人家这个银行卡 不管他当时怎样表决心 都是不妥的 因为那钱是人家父母 给他的学费生活费 你作为女朋友 你来控制 人家爸妈知道了 最多难过呀 越界了 在情感当中 很多地方也越界了 还要去参加比赛 这个是学业和爱情之间 它本身就是相辅相成 互相鼓励的 你一定要说我最重要 你就得陪我不能去参加那个比赛 甚至我以死相邀 越界 在你的感情世界中 姑娘真的越界地方太多了 而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的所有的话语 都围绕着一个字 我 所有的事情都要围绕着你 你要吃什么还是不吃什么 你要干什么还是不干什么 你们生气了 他跑来看你 你说你打破了我的假期计划 你不对 都是我 我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你说 你 或者我为你 所以有时候太以我为中心了 就会让对方慢慢的离你 反而越来越远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我 而在两性相处当中 只能是两个人不断地去磨合两个我 成为一个我们 才能相处下去 而你的我在这段情感当中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膨胀 直到最后说 你得跟我回老家 没得商量 当两个人关系只变成了一个人的感受的时候 那就离结束不远了 你明白吗 明白 如果你真的不想放他 那你从今天开始 脑子里只想一件事 你 他想要什么 他要干什么 他什么快乐 他吃什么 他不吃什么 他有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晚了 因为他呀 前面听了半天 你们种种的这些小故事 都是男生在说 你怎么怎么不好 然后女生的回复就是 最后总都在 怎么了 怎么了 其实听到最后 最后最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些都 是什么呀 是追了好几个没追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亲爱的 我也知道我做的有很多地方都不对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不想跟你分手 你说的那些事 我以后都会改的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大概也谈了一年多了 感情还是有的 但是 我真的是实在无法忍受了 而且就是 我的那些朋友 可能也是或是或是或是 有我自己的原因 不全怪你 我想为了咱俩的以后 然后也让你自己 更好的成长 然后也希望你真的能够 这次就放过我 你不会埋藏 为我哄航 拒绝的信仰 终点就在现场 另外 阿们